Money DJ Podcast 全新企划 DJ有事吗 有事吗 有事吗 下周焦点抢先听 精彩节目尽在 Money DJ Podcast 周一Money DJ台经新闻 周五DJ有事吗 敬请准时收听 古号2426的感测 元件大厂顶元光电 预计要在今年的股东会 完成董事改选 现任董事长 也就是顶元光电的创办人 傅佩文考虑解任退休 让负财投控的董事长 李秉杰来担任 顶元光电的新任董事长 顶元光电创办人 继董事长傅佩文表示 台湾的LED产业 一路走来规模都太小了 需要业界无私的整合 才有机会争取到更大的空间 未来他会完全尊重 新团队的经营能力 和发展策略 将公司交给副彩团队来经营 期许顶元光电的未来 也有机会 在新团队的带领下 争取国际大厂客户 走进国际市场 感觉上一路走来 这个产业 台湾真的规模都太小了 等于10年20年下来 我看我们很多LED的 一个月还是几千万的营业额 对不对 你说怎么去发展 新的设备也更好的 更自动化的 你可能买不起了 那你每一次都是找理由跟股东要钱 然后你的真正的成长也上不来 我想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而且很多产品 台湾刚刚一出来 可能大陆就有了 那大陆来讲 它是要来做它是扑天盖地的 我想很多产业 只要是大陆政府有补助的产业 那全世界都很惨 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台湾这个规模太小 那当然都个人走个人路线 我想这个东西是辛苦的 而且没有产品 没有一个特别的特色 它可以去读导这个部分 几乎找不到 你做造名它就跟造名 结果死了一大堆 然后你说他要去做什么 它又跟了 你说要去做杀菌灯等等什么东西的 根本都不够成熟的 所以你没有特殊技术在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 去这个独立跟人家不一样出来的话 你很辛苦的 你怎么样去埋了什么样的种子 他有机会发芽 不可能每一个种子都发芽 能够发芽的 当然你可能来讲 算你比较幸运 我管讲很多产业的来讲 他有今天的机会 幸运也是很大的部分 每一个能力这么强 我只要去耕耘 或者我只要朝这个 我一定会成功的 那当然顶元来讲 也尝试过好几次 对不对 以前也投资过蓝光的 这结果是失败的 那也投资太阳能的 面板的组装的等等的 那当然我认为现在的结果是蛮好的 我放手放得很快 就是本来的顶金嘛 现在新金控嘛 对不对 他股票能有五六十块也很好 最高也到七十几块 如果我们一直抓着不放 到现在搞不好还在那边 在拖累我们都可能 因为有些东西来讲 他在什么规模之下 有比较专业的人 他一处理这些事情 会比我们快很多 尤其很多台湾来讲 做内销 做政府的标案等等 地方政策标案来讲 我想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不要讲错综复杂 那不是我们个性能做的 所以你接触到这个产业 看到这个情形来讲 我那时候也是当机立场 我说好全部给 感情人间 我们是一直在 一直在做的 但这一次会比较大 说真的当然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那客人变成来讲 他的需求加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十四双英雄 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这个机会来了 那当然算是走对了 因为这个东西走下去来讲 大概 大概这个几年 应该是不会改变 因为他应用面来讲 他是比较广的 整个不管车辆医疗等等 他的机密度越来越高 那越来越高 将来六寸的部分来讲 他可以适合做这个 当然无声势的等级他也会提高 因为不是纯粹只是那种感测或是传输等等的 那是那是算 对现在来讲 慢慢那个部分是比较low的 好 将来你说做自动测量的自动等等来讲 他精密度要够啊 不过自动驾驶来讲他差个 偏差一度两度三度可能就出问题了 所以他们要求会越来越高 那越来越高 你没有好的材料 你做不出好的东西啊 怎么样能够说 用放弃沉浸的方式 让他这个平台做大 所以你看这个洪海来讲 一个MIH来讲 一两千家就投靠过去了 当然就将来他也许只能留下五百家 也很大啦 但加入了这些公司 本来他本身已经在台湾人的眼中来讲 这个已经是大公司了 那他为什么还不够 对不对 他也感觉说他未来是受到威胁的 他不另外一个出路 或者一个团结一个出来的话 这个要怎么延续下去都会有困难 所以我想 第一我是面临 我是感觉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变成这次这个 富财有机会 他跟我谈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认为说 我说我没问题 如果你要兴趣我全部给 所以他认为说 他们也希望这一块能够有 有所掌握就对了 或者他的客户来讲 他变成他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比较不完美 因为他的客户既然都是LED这个里面 他也会想到要这个东西 那一定要问他们 那他们你们现在这方面也没什么布局啊什么的 我想大概认为说跟我们合作是最快的 那大家都本来要熟啦 那熟那一找我 我说可以啊 大家有这个意愿了 我说对我来讲我都没有问题 这要懂事们大家认为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就好了 他们也是经过考量以后进来的吧 对不对 那专业能力等等来讲 我看他们的分布来讲应该还算蛮理想的 也有懂财务的人员 那也有懂技术的 也有产业经验的 这些都有了 他们有些他们专长的地方 可以带进顶元让我们的产品更精进 而且市场都扩大 因为他们国际化做得很好 那国际化做得很好来讲 我们要顺着他的路出去的话 就很容易了 因为他国际化的部分 很多也是跟他们谈到 需要赶车员件等等这些 所以他变成他 这一块他必须想办法去满足客人 那刚好顶元可以 我想可以补上这一块 顶元光电去年第二季 因为任劣转投资设备厂 惠特科技的未实现股票评价利益 造成当季获利大增 今年以来营运回归本业 由于光偶和气汉管测元件市场需求畅旺 接单满载 产品涨价 今年第一季的营收和获利 都比去年同期显著的成长 第二季因为处分闲置资产入账 估计获利也有不错的表现 目前订单能见度可以看到下半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